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屌丝第131回,睡虎山如今已经在大兴土木,由红展集团投资的度假山庄正在建设中,今后度假山庄一旦建成,睡虎山对游客的吸引力无疑会更上一层楼。 位于半山腰的度假山庄的建设并不影响山上的游人游玩,而且因为恰逢周末。 今天的人特别多,即便现在是中午,景区入口处依然有游客陆陆续续过来排队。 桥梁买票后,和丁小云沿着景区站道慢慢往上走,一边聊天一边欣赏着风景,端得是逍遥自在。 两人约莫走了十几分钟,就在桥梁兴致勃勃给丁小云介绍着县里对景区的未来规划时,丁小云突然用胳膊碰了下桥梁。 桥梁愣了一下,转头见丁小云目视前方面沉不语,下意识跟着往前看去,看到前头的人时,桥梁心头咯噔一下,楚衡。 只见上面的台阶处站着楚衡、苗培龙等人,而楚衡明显也是早看到了桥梁和丁小云,眼皮微微一跳,接着就恢复如常,笑着冲丁小云打招呼,丁市长,你怎么也在这? 楚衡说着看向桥梁,桥县长,你和丁市长这事。 桥梁还没回答,丁小云已经抢仙道,我来江州挂职也有些时日了,之前一直忙着熟悉工作,这不,趁着这周末没事,来松北走一走,散散心,让桥县长给我当导游。 听到丁小云的话,楚衡笑道,丁市长,你要来松北散心,也可以找我给你当导游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些天正好在松北? 楚市长是个大忙人,又肩负着调查组的任务,我可不敢擅自叨扰楚市长。 丁小云笑了起来,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怕楚衡继续问下去,丁小云转而问道,楚市长,你怎么也这要瞧在这? 呵呵,我也跟你一样,也是来着散散心,调查组的工作太多了,我是忙里偷闲。 楚衡笑呵呵地说道,他并没有说实话,他今天是来睡虎山上香的,睡虎山另一出名的地方,就是山上的青云寺,这座寺庙规模不大,但香火却极其旺盛,远近闻名。 因为很多人都说,青云寺极为灵验,有求必应,所以很多不是松北本地的人也经常慕名过来上香。 而楚衡有一不为人知的特点,那就是他极其迷信,别看他看起来一副温文而雅宝读诗书的样子,但骨子里却是极为信奉风水迷信。 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各种家具饰品的摆放,都专门请风水师傅来看过,而如果遇上出差,每到一处,楚衡都会打听当地比较有名的寺庙,再忙也会抽空去上住香。 青云寺楚衡以前也来过,不过那已经是几年前了,那时候他还不是市里的常务妇。 这次再来松北,楚衡利用周末又想着来青云寺上上香,苗培龙也一块陪同过来。 一行人上午过来,中午在山上的饭店吃了饭,这回正要下山,没想到碰上了刚过来的乔良和丁小云。 刚看到丁小云的那一刹那,楚衡无疑是开心的,只是看到丁小云和乔良一起,楚衡瞬间就不高兴,只不过他很快掩饰了自己的情绪。 这回双方简单寒暄,丁小云便道,楚市长,您先忙您的,我和乔县长去山上转转。 楚衡听到这话,脸色微微有些变化,丁小云这么说,他不会也不好意思说要留下来,脸上挤出笑容,点头说好。 楚衡接着看向乔良,乔县长,你可得陪好丁市长,让丁市长玩得开心。 楚市长放心,我肯定给丁市长当好导游。 乔良笑道,好。 楚衡笑着走下来,拍了拍乔良的肩膀。 楚市长,那我先陪丁市长上山了。 乔良说道,嗯,你们上去吧。 楚衡点点头。 乔良便和丁小云继续往上走。 下扁,楚衡回头望了一眼,注视着两人的背影,眉宇间有些阴郁,不知道在想什么。 乔良和丁小云往上走了一段,直至没看到楚衡等人的身影后,乔良才尝出了一口气。 对丁小云道,幸亏咱们刚才没有牵手,要不然被楚衡撞见的话,那可真的是糟糕至极。 乔良说完,心里庆幸不已,要不是因为他和丁小云都是领导干部,在外面会有意识拉开一点距离,刻意避嫌。 刚刚两人恐怕还真的会被楚衡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 丁小云听到乔良的话笑了笑,你很怕楚市长。 乔良摇了摇头,不是怕,是忌惮。 丁小云闻眼点头,倒也没说啥,从他一来江州,乔良就三番两次跟他说要对楚衡保持警惕,他能体会到乔良对楚衡的那种忌惮心理。 两人爬上山,在山上的几处景点转悠了一圈,偶尔坐下来休息,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经是下午四点,乔良同丁小云进了山顶的青云寺,丁小云提议来了就上炷香。 乔良却是不信这些,他之前来的时候,也压根没进过这四秒,不过丁小云坚持,乔良也就陪着进来,让丁小云自个上香,乔良在一旁等着。 这回,乔良利用空闲拿出手机出来瞄了一眼,见有一条短信,乔良打开看了下,短信是楚衡发来的,乔良看完后,眉头一下皱了起来。 楚衡约乔良晚上一起吃饭,当然,重点是要叫上丁小云,楚衡在短信里说得很清楚,让乔良将丁小云一块叫上。 你妈,醉翁之意不在酒。 乔良看完短信,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声,楚衡看到丁小云和他在一块,晚上就张罗起饭局来了。 乔良拿着手机犹豫起来,想着晚上要不要带丁小云一起过去。 这时,丁小云已经上完香走过来,见乔良脸色不好看,问道,怎么了?你看看!乔良把手机递给了丁小云。 丁小云看到楚衡发来的短信,笑着看了乔良一眼,去不去听你的,如果不去的话,那我就今晚直接回市里,免得你不好拒绝楚市长。 乔良闻言心神一动,如果丁小云晚上直接回市里,那倒是个很好的办法。 这样一来,他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敷衍楚衡。 只是那样做的话,好像显得他乔良真的怕了楚衡。 思虑片刻,乔良道,他明显是看上你了,就算这次你不参加他的饭局,等他回到市里,肯定是也是会找各种借口约你,倒不如趁着我也在,咱俩一起去。 有我在一旁盯着,也不怕他耍什么幺蛾子,而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当面暗示他你在梁北游喜欢的人,让他死了这个心。 丁小云听到乔良的话不禁好笑,你这说的,好像楚市长对我一见钟情似的。 回头咱们要是表错了情,岂不是闹了笑话?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你一见钟情,但他确实是对你存有念想。 乔良撇了撇嘴,之前他找我,还主动跟我说起他媳妇失踪的事,说他也该再找一个了,问我他跟你是不是般配,这话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丁小云一愣,乔良之前虽然一直提醒他要警惕楚衡,也说过类似楚衡看上他之类的话,但还真没提过这个。 这回丁小云不由好奇问道,楚市长的媳妇为什么失踪了? 这里头的原因很复杂,简单说,就是对方发现了他的真面目,所以选择远走高飞。 乔良和丁小云大致说了一下,他对丁小云也没啥好隐瞒的。 丁小云闻言,若有所思的点头,想了想道,乔良,我和你一起去参加楚市长的饭局吧。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那要避免楚市长日后一直纠缠我,确实该让他早点死心。 你刚才说的办法不错。 对,就这么办。 乔良接着给楚衡回了信息。 电话这头,楚衡一直在等待乔良的短信,看到乔良回过来的信息后。 楚衡脸上露出了令人颇为费解的神色,好像既高兴又恼火,彼此互相矛盾。 楚衡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他终于成功邀请到丁小云一起吃饭,之所以恼火。 是因为他这时通过乔良才成功邀请到了丁小云,等于在丁小云眼里,他楚衡的面子还没有乔良大。 楚衡一向都是个极为自负的人,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优秀。 因此,对于丁小云之前多次拒绝他的邀请,他一直耿耿于怀。 这次通过乔良才成功邀请到丁小云,楚衡不免又有些恼火,自己难道还不如乔良? 但转念一想,楚衡又觉得似乎没必要钻这个牛角尖,乔良毕竟跟丁小云共事了一年多,双方有之前在两北一起工作的情谊基础,丁小云表现得跟乔良关系好点似乎也不是不能理解。 心里如此安慰着自己,楚衡的心情很快平复下来。 时间一晃到了晚上,楚衡提前让人在松北酒店安排了包厢,六点左右,楚衡就来到了酒店。 见乔良和丁小云还没到,楚衡就给乔良打了电话。 接到楚衡的电话,乔良立刻道, 楚衡笑笑,目光落在丁小云身上,每每看到丁小云, 楚衡都莫名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坐吧,晚上就只有咱们三人,又正好是周末,咱们可以喝几杯。 楚衡笑道,乔良和丁小云文言也都坐下。 丁市长,你喝什么酒? 楚衡看向丁小云,我喝点红酒吧。 丁小云答道,好。 楚衡点点头,立刻让服务员送两瓶红酒进来。 等服务员上菜的功夫,楚衡作为今晚的东道主,主动找着话题聊,不得不说。 楚衡的口才还是很好的,风趣而又幽默,如果不看为人,单看长相和谈吐气质,楚衡无疑是充满魅力的。 一旁,丁小云不动声色打量着楚衡,因为桥梁的缘故,丁小云对楚衡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只是这会看着楚衡侃侃而谈,丁小云实在无法想象眼前这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男人,暗地里会是个什么样的人。 几人聊着,不知不觉就聊到了生活上的事,楚衡瞄了丁小云一眼。 丁市长,你从梁北来到江州工作,又是孤身一人,生活上或许会有些不适应,如果有什么特别要求,一定要跟市里提出来,只要条件允许,市里肯定会优先满足。 多谢楚市长关心,我感觉还好,没什么不适应的,江州这边的气候比梁北不知道好了多少,很宜居。 丁小云笑道,见丁小云如此说,楚衡眼珠子一转,笑道,丁市长平时一个人,周末休息的时候难免无聊,可以参加一些咱们市里组织的青年干部联谊活动,多结识些朋友。 这青年干部联谊活动呢,是咱们市里为青年干部搭建的一个优质联谊交流平台,同时也为单身青年的幸福牵线搭桥,一直以来都搞得挺好的,很受欢迎。 丁小云听到这话,神色一正,没想到楚衡道给他张罗奇相亲的事来了。 虽然知道,楚衡的目的肯定不是表面上说的那样,但楚衡这话无疑给了他一个主动开口的机会。 他正愁不知道怎么暗示楚衡自己有对象的事呢,楚衡反而送了画柄给他。 楚市长是不是误会了? 丁小云说道,啊?误会啥了? 这下轮到楚衡郑主。 丁小云笑道,楚市长,我是有对象的,这青年干部联谊活动,可不适合我,我要是去了,可就闹笑话了。 丁市长有对象。 楚衡眼睛瞪的老大,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 丁,丁市长,我记得看你的档案资料上写着离异啊。 对,我是离异了,但这不代表我现在就没有对象吗? 我离婚后,家里的长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来往了几次后,我们互相都觉得挺合适的。 这不,来江州前,我和他刚确定关系。 丁小云笑着解释,说完多少有些心虚,低头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掩饰着自己的神色。 楚衡一下呆住,并没有注意到丁小云的神色,他这会满脑子想撤着丁小云刚才的话。 丁小云竟然有对象了。 楚衡突然间充满了沮丧,他对丁小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一次他无疑是真的动了情,否则之前就不会问乔良他和丁小云是否般配,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他一厢情愿。 原来丁小云已经有对象了,亏他从丁小云的资料上看到他离异时,心里还暗自高兴,没想到白乐喝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丁小云这事对楚衡的打击太大,接下来楚衡都有些低沉,没有了刚才的活跃,就连喝酒时,楚衡的话都少了,不像一开始那般侃侃而谈。 晚上的饭局在稍显沉闷的气氛中结束,乔良送丁小云离开后,被楚衡叫住。 小乔,丁市长真的有对象吗?楚衡看着乔良悠悠问道,这我也不大清楚,你也知道我前几个月就离开梁北了,丁市长的个人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 乔良无奈道,不过这种事,丁市长应该没必要说谎吧,像丁市长这样优秀的女人,肯定很受男人欢迎的吗? 有对象也是正常。听到乔良的话,楚衡默然点头,丁小云确实没必要说谎。 楚歌,没啥事我也回去了。乔良说道,没人的时候他依然喊楚衡楚歌,免得楚衡察觉出什么异常。 嗯,你回去吧。楚衡点点头。 乔良和楚衡告别离开,他没有急着去丁小云的酒店,而是先回到自己宿舍。 十一点多的时候,乔良才敲摸摸来到丁小云的酒店。 屋里,丁小云打开门让乔良进来,笑道,怎么咱们俩搞得跟做贼似的? 此人十分多疑,还是小心点好。 乔良笑了起来,又道,你刚刚是没看到他的脸色,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很少看到他这么颓丧过。 咱们这样骗他,回头要是穿帮了咋办? 丁小云笑问,不可能穿帮的,他难不成还能去梁北求证你有没有对象不成? 再说了,他在梁北人生地不熟的,上哪求证? 乔良笑了起来,咱们以后只要住一点就可以。 乔良边说话边走进屋里,看着洗完澡后穿着睡裙的丁小云,心里再次躁动起来。 周末的时间过得很快,乔良陪丁小云玩了两天,周日下午,丁小云返回市里。 时间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周。 周二这天,上午十点多,乔良正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 调查组的通知来了,下午在宪宾馆开会。 听到调查组又要开会,乔良引有预感,调查组关于水库坍塌事故的调查,恐怕要结束了。 事情果真如乔良所料,下午,当调查组的会议召开时, 与会的众人在会议一开始,便收到了一份调查组发下来的报告。 这是一份关于此次松北水库坍塌事故的调查报告。 乔良一拿到报告,立刻翻阅起来。 整份报告的内容不短,足足有十多页,乔良看完后脸色有些难看。 这份报告几乎将唐小飞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 这时,主持会议的楚衡开始讲话,只听楚衡道。 此次关于水库坍塌事故的调查已经趋于结束。 明天,调查组会联合县里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届时,我们调查组的任务也将圆满完成,明天开完新闻发布会,我们就会返回市里。 这次的调查结果,也将向市里主要领导汇报,至于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处理。 大家等待市里的通知。 楚衡说着顿了顿,神色严肃道。 我想说的是,这次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你们整个松北县班子都是有责任的,谁也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今后,我希望大家吸取此次教训,警钟长鸣,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故。 听着楚衡的话,桥梁神色冷峻,此刻,他的目光集中在手头这份报告上,毫无疑问。 对于这份报告里的调查结果,桥梁是不满的,但却找不到发作的由头。 因为报告里写得很清楚,关于水库涉及到的工程腐败问题,已经由省纪律部门介入调查,而关于县水利局局长绍全跳楼一事,也已经在前几天由调查组移交给市局继续调查。 在这两件事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桥梁想找查,也找不到理由。 桥县长还有什么意见? 楚衡注意到桥梁的脸色,主动问道。 听到楚衡这话,桥梁的心猛地一跳,眼神闪烁了一下,犹豫着要不要站出来。 桥梁犹豫了片刻,摇头道,楚市长,我没有意见。 桥梁没有站出来,不是他不敢,而是他站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之前所怀疑的几个点,在这份调查报告里都写得清清楚楚。 因此,桥梁现在并没理由去质疑什么,哪怕他心里对这份调查报告再不满。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现在也不好说啥。 大家都没有意见,那最好不过。 楚衡脸上露出了笑容,这说明这份调查报告是客观公正的,是让人信服的。 当然了,我在此还得强调一点,调查组的调查虽然结束了,但不代表这件事结束了。 省纪律部门和市局还在对这起事故中牵涉到的另外两个案子进行调查,希望在场的诸位都不会被牵扯到,否则国法难容。 楚衡说到最后,神色再次变得严肃起来。 桥梁听着楚衡的话,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楚衡这番话可谓说得滴水不漏。 正如同这份调查报告一般,尽管桥梁觉得这报告做了价,但却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可以说是一份完美的作假报告。 会议波澜不惊地进行着,直至会议结束后,桥梁都没有站出来说什么。 而楚衡,脸上则露出了轻松的神色,心里暗暗得意,这次会议取得了他想要的结果和效果。 他也圆满完成了此次调查组的任务,回去后可以对洛飞有个交代,也不用在松北这山嘎拉里窝着了,来松北这十多天,楚衡已经呆烦了。 看最新章节,请搜求书帮他迫切想要回市里,所以从一开始到松北担任调查组组长。 楚衡的策略就很简单,那就是快刀斩乱麻,一切从快。 很显然,楚衡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主要也取决于他的手段。 会议结束后,桥梁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正正出神,桌上放着那份调查报告。 桥梁的目光不时从上面扫过,心里充满了不甘,此时此刻,桥梁深切体会到什么叫关大一级压死人,洛飞身为江州一把手。 即便在江州没办法做到只手遮天,但也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县长可以对抗得了的。 这次的调查结果,最终依旧彰显着洛飞的强大意志。 县长,蔡局长来了,秘书傅明海走进来会报道,请他进来。 桥梁点了点头。 蔡明海走进来,见桥梁脸色不大好看,瞅了一眼桌上的那份调查报告,心里了然。 老蔡,坐!乔梁站起身,从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 两人在沙发坐下,乔梁问道,老蔡,县局有没有可能从市局那边将邵权跳楼这个案子接手过来? 不可能,市局不愿意放手,而且市局作为上级部门,我们也没太多办法。 蔡明海苦笑。 呵呵,先拿出调查结果,然后少权的案子和水库工程腐败的案子遥遥无期拖着。 这办法可真是好,真是妙。 桥梁嘲讽地笑着。 县长,这也没办法,谁让咱们人为言轻,说不上话。 蔡明海无奈道。 是啊,怪就怪咱们权力太小了。 桥梁撇撇嘴,又道,不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给郭市长打个电话。 乔梁说做就做,走到办公桌旁,拿起桌上的座机打通了市长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是郭兴安的秘书接的,郭兴安的秘书请示后,才转接到了郭兴安的座机上。 乔县长,什么事? 电话那头响起了郭兴安的声音。 郭市长,今天调查组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明天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乔梁汇报道。 嗯,我刚看到了调查报告的全文。 郭兴安淡淡地说着。 乔梁听到郭兴安看过了调查报告,愣了一下,随即又恍然。 这么大的事,调查组在拿出报告后,肯定会第一时间送往市里, 只不过除了书面报告外,调查组回去后,肯定还要向市里主要领导做当面汇报。 既然郭兴安已经看过调查报告全文,乔梁也就直奔主题,道。 市长,我对这个调查结果保留怀疑。 乔县长,我明白你的想法。 郭兴安叹了口气,不过怀疑是要讲证据的,现在没有证据,我们不好说什么。 一位提出质疑,反倒会落人一口时,说我们不讲大局。 这,乔梁一下语色,要是有证据,他现在就不用在这生闷气了。 这时,郭兴安又道,这段时间以来,市里接连发生一些影响不大好的负面事件。 因此,现在市里的主要共识就是消除负面影响, 所以我们如果要在这时候推翻这个调查结果, 就必须拿出得力的证据来,否则别人只会觉得我们没有大局意识。 在这个阶谷眼上还胡搅蛮缠,丝毫没有顾及整个江州市的大局。 乔梁沉默了,郭兴安的话让乔梁意识到有些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般简单。 说实话,楚副市长下去,这么快就拿出了调查结果,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郭兴安再次说道,楚副市长是个很有手腕的人。 乔梁轻声说道,虽然对楚衡无比厌恶憎恨,但乔梁并不否认楚衡的能力。 可惜之前没能争取到让郑时东书记去担任这个调查组组长, 否则现在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郭兴安颇为惋惜地说道, 听到这话,乔梁也不知道说什么,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 郭兴安显然也是尽力了。 陈思坚,乔梁听郭兴安又道,乔县长,还有个事你可能不清楚, 我刚从省里的朋友那厅说了一个情况,省水利厅的马道胜厅长, 昨晚已经向省纪律部门投案了。 啊!乔梁吃了一惊,马道胜堂堂一个厅一把手,竟然主动投案了。 所以,你该明白了吧,如果没有我们实质性的证据,现在是不好再提出质疑的。 郭兴安说道,乔梁文言沉默,他明白郭兴安话里的前意思,已经牵出一个厅局即一把手了, 这是一个分量足够重的干部,对内对外都可以给一个交代, 所以他们如果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这时候最好保持沉默。 郭市长,我明白了。 乔梁闷声说道,明白就好,乔县长,好好工作,你还有着大好前途, 有时候也要学会适当收敛锋芒。 郭兴安提醒道,谢谢郭市长的教诲,我一定谨记。 乔梁郑重道,此刻他明白郭兴安的态度转变,实则是迫于一种无奈。 好,那就先这样,有什么事,咱们回头再联系。 郭兴安笑笑,两人通完电话,乔梁放下话筒,转头看了蔡明海一眼, 无奈地摇头,这是怕是到此为止了。 蔡明海没听到刚刚郭兴安那边说什么,这会忍不住问道, 郭市长怎么说? 省水利厅的马道圣厅长已经向省纪律部门投案了。 乔梁解释道,听到这话,蔡明海立刻就明白过来, 有这么一个重量级干部主动投案,算是为这起事故调查画上一个句号, 他们如果没其他证据的话,还能拿什么质疑。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乔梁道,老蔡,你去忙别的事吧, 这件事就先告一段落。 好吧,蔡明海点了点头,又有些遗憾道, 说实在的,少全跳楼一事,确实存在很大的疑点, 但现在轮不到我们县局调查, 我这心里多少有些不甘。 没办法,关大一急压死人,在这体制里,身不由己的事太多了。 乔梁无奈道,蔡明海微微点头,他对此也是深有体会。 两人正说着话,蔡明海的手机响了起来, 蔡明海拿起来一看号码,朝乔梁示意了一下, 走到一旁去接电话。 电话里,对方那边不知道说着什么, 蔡明海摇头道,不行,我看那刘梁身体好得很吗? 一点都看不出有病的样子。 行了,这事先这样,甭管他是不是有县医院开的证明。 这是不准批,就说是我的意思,待会回去,我亲自处理。 挂掉电话,蔡明海走向乔梁,主动说道, 那个刘梁要办理保外就医,我看是想弄虚作假逃脱刑法。 刘家村那个刘梁。 乔梁问道,对,是他,看最新章节请搜求书帮我前些天才去看守所看过他, 我看他身体好得很,不像有病,而且,我现在对县医院开的疾病证明也有点不相信。 蔡明海撇嘴道,嗯,县医院的班子是得好好整顿一下。 乔梁点头道,目前县检正在调查县医院新住院大楼工程的问题, 回头案情明朗,也该整顿下县医院的班子, 好好的一个公立医疗机构,被个别人搞得乌烟瘴气。 蔡明海附和着点头,看了下时间,道,乔县长,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好,你去忙你的。 乔梁点头道,就在蔡明海从乔梁办公室出来时, 松北酒店的包厢里,江辉接了一个电话后, 转头对黄青山道,黄总,刘梁的事看来是不行了, 蔡明海那边拦下了,对方专门盯着刘梁的案子, 逃亡终归只是副局长,没办法绕过他强行操作这事。 这事办不了,那刘梁的儿子刘金义可是个愣头青。 黄青山皱了下眉头。 黄青山说完,抬头看了江辉一眼, 两人仿佛心有灵犀一般,眼里都闪过一丝狠辣。 江辉看到黄青山的眼神,笑呵呵道, 看来黄总和我的想法一致。 如果刘金义那小子真的不识抬举, 那也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黄青山目光阴智,这年头,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意外, 多胎一个人也不多。 没错,那小子要是不识去, 就只能送他去见阎王爷了。 江辉点了点头。 江辉话音刚落,手机就响了起来, 见是吴长盛打来的, 江辉立刻接了起来。 老江,在哪呢? 电话那头,吴长盛问道。 我在酒店这边,吴绍,怎么了? 江辉跟着问道。 行,那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吴长盛说道。 好,我等你。 江辉点点头。 挂掉电话,江辉对黄青山道, 待会吴绍要过来。 黄青山文言忍不住问道, 之前不是听说那个吴董市长 要提拔到省里吗? 有什么最新消息没有? 哎,别提了, 估计是够呛了。 我听吴绍说这是悬了。 据说是省里面那位政大书记 出面拦下了, 可能涉及到了省里边 诸位大佬之间的斗争。 反正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江辉神秘兮兮地 朝天上指了指。 黄青山一听, 灯时皱眉道, 吴董市长要是提拔不上去。 那我们之前投到吴绍身上的资源 岂不是白瞎了? 黄总, 怎么能这么说呢? 就算吴董市长没提上去, 他也是东吕集团的董市长。 东吕集团是咱们江东省 首屈一指的省属国企。 吴董在省里 依旧有着丰富的人脉和能量。 只要咱们提前 把这交情基础打下了, 今后有什么需要求到吴董市长身上的? 也比较好说话不是? 江辉说道。 江辉这么说, 黄青山确实有些不以为然, 因为和吴家打交道的事 几乎都是江辉出面。 他和吴家没落着多少交情, 所以他是有点吃亏的。 似乎看出了黄青山的想法, 江辉道, 黄总, 回头我张罗个饭局, 请吴董市长 还有苗书记一起出来吃饭, 到时你也过来。 好。 黄青山脸色稍缓, 点了点头。 两人说话的功夫, 吴长盛到了, 走进包厢, 看到黄青山也在。 吴长盛抬手 跟黄青山打了声招呼, 两人之前见过一次, 所以吴长盛也认识黄青山。 同黄青山打完招呼, 吴长盛便往江辉的方向走去, 笑着摸了下江辉那圆滚滚的肚子, 笑道, 老江, 你是不是天天大鱼大肉啊, 瞧着肚子又大了。 我这是一胖体质, 喝口水也长肉。 江辉笑咪咪地回答着, 吴长盛听了笑笑, 静止道, 老江, 我这次过来有点事。 啥事? 江辉问道, 是这样的, 我和朋友要一起投资个项目, 手头有点缺钱, 之前你们一起搞的那个什么食材公司, 不是给了我一点肝骨吗? 我想折算成现钱。 这, 江辉听了一愣, 转头朝黄青山瞄了一眼, 面露难色。 一旁, 黄青山听到这话, 脸色同样变了一下。 咋的, 不行啊。 吴长盛扎扎嘴, 神色有些不悦。 可以, 当然可以。 江辉赶紧笑道, 一边朝黄青山使了个眼色, 示意对方别说话。 江辉接着又问道, 吴绍, 你想折算多少钱? 那得看你们觉得值多少钱了。 吴长盛呵呵一笑, 你们给了我一成肝骨, 我寻思着, 怎么也值个千把万吧。 黄青山听到这话, 嘴角抽搐了一下, 暗骂了一声草泥马, 这姓吴的上下嘴皮子一张, 就想拿走一千万。 吴绍, 一千万有点多了。 江辉苦笑, 你也知道, 咱们这食材公司现在就是个空壳, 还没正式运作呢。 经营的是我不管, 我现在就要折算这一成肝骨的钱, 老江, 咱俩这交情, 你不会让我难堪的, 是吧? 吴长盛笑道。 江辉干笑了一下, 吴长盛这话的意思, 他要是给少了, 就会让对方难堪。 犹豫片刻, 江辉道, 吴绍, 你那一成肝骨, 就算八百万吧, 你看如何。 八百万? 吴长盛眨了眨眼睛, 行吧, 那就八百万, 虽然少了点, 但八这个数字比较极力, 就当讨个彩头吧。 对对, 八比较极力。 江辉陪着笑脸, 心里却在滴血, 你嘛, 这下得大出血了。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老江, 你尽快安排人给我打钱, 我的户头你也知道, 那就先这样, 我有事先走了。 吴长盛拍了拍江辉的肩膀, 乐呵呵走了。 看着吴长盛离开, 黄青山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 恼火道, 这算什么? 把咱们当成提款机器吗? 江总, 你可真大方, 开口就是八百万, 你是巴布的别人把咱们当成有钱的傻子吗? 黄总, 消消气, 江辉无奈笑笑, 安抚着黄青山, 道, 刚刚你也听到了, 那吴绍自个开口说要千把万, 我总不能说太少了吧, 那样人家面子过不去。 他面子过不去, 咱们就得当这个冤大头吗? 黄青山脸色难看, 大不了这合伙的公司就散了呗, 反正因为流量这档子时, 咱们之前的计划本来就出现了变数, 这合伙的公司不搞也罢。 黄总, 你这是说气话了不是? 真那么搞, 咱们之前的功夫才是真的白费了。 江辉走到黄青山身旁, 按着黄青山的肩膀让对方坐下, 道, 黄总, 你先坐下来, 咱们慢慢讲。 有啥好讲的? 江总, 我可丑话说在前头, 我拿不出那么多钱, 八百万是你答应的, 不是我说的。 黄青山哼了一声, 游在气头上, 实在是吴长盛俨然把他们当有钱的傻子, 过来录下脸, 开口就要走那么多钱, 仿佛理所当然一般, 黄青山尾时不想当这个冤大头。 黄总, 你这格局小了。 江辉笑了起来, 咱们这钱花出去, 现在看是亏的, 将来肯定会赚回来的。 你也不想想, 东吕集团那么大的国企, 手指缝里随便录点给我们, 都够咱们发财的。 你的眼光不能局限于眼前这一亩三分地吗? 黄青山沉着脸没有说话, 江辉这话说得看似也有点道理, 只是那终究是未来看不着的事情, 现在要花的代价却是有点大。 这样, 八百万是我说的, 那我就多承担一点, 我拿五百万, 黄总你出三百万, 这样可以了吧? 江辉咬牙道。 黄青山文言, 脸色总算是没那么难看, 只是他也并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这时江辉又趁热打铁道, 黄总, 咱们现在多花点代价交好无少, 这肯定是不会亏的。 你也是个生意人, 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咱们现在花出去多少钱, 是为了将来赚更多的钱吗? 你不投入, 将来哪来的收获呢? 当初搞这个合资公司, 是你非要将这个无少拉进来的。 现在事情没搞成, 这无少又要把这一成肝骨变现走, 咱俩真特么太亏了。 黄青山还是不甘心, 谁说事情最后就搞不成的。 刘良还在看守所里, 他刘家的实况谁规定, 咱们就不能动了。 江辉音策策笑着, 只要苗书记支持, 咱们照样可以把刘家吞下去。 黄青山文言一愣, 若有所思地看了江辉一眼。 黄总, 咱们最后如果决定把刘金义那臭小子干掉, 还用得着在乎刘家吗? 江辉宁笑道, 就怕苗书记那边不愿意冒风险, 给我们那么大的支持啊。 黄青山难难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 再说了, 无少白白拿走了那一成肝骨的钱, 他也得帮忙处理吗? 江辉说道, 如果最后能将刘家的石矿吞下, 那现在给无少这八百万倒也不算亏。 黄青山挑了挑眉头,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现在咱们只有先掏钱, 回头跟无少才更好说话。 江辉笑笑, 不怕你笑话, 我往这无少身上已经投入了许多了, 就差没安钱马后地给他当奴才, 现在还在继续掏钱呢, 真要说冤大头, 我才是那个冤大头。 听着江辉的话, 黄青山明显是被说动了, 犹豫了一会, 黄青山点头道, 行, 那就听江总的。 黄总, 相信我, 咱们这钱肯定不会白掏的。 江辉眉开眼笑, 两人此时都不会想到, 双方现在因为利益走到一起, 将来同样因为利益而形同陌路, 并且发生了血案。 这是后话。 这天, 乔良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今晚难得没有加班, 下班后就从办公室里离开。 乔良一走, 傅明海也没有多待, 收拾了一下后就回家了。 两人先后离去, 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今晚意外留下来加班的许禅, 偷偷打开了乔良办公室的门, 进入了乔良的办公室, 在乔良的抽屉里翻找着一些乔良的私人物品, 约莫找了半个多小时后, 没发现什么异常的许禅, 才带着失望的神色离开。 许禅回到郊区的别墅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早一不回来的苗培龙正独自一人在喝酒, 桌上摆了盘花生米和两个凉菜, 苗培龙自饮自酌。 见许禅回来了, 苗培龙招手, 过来喝一杯。 我先去洗个澡。 许禅道, 苗培龙点点头, 继续喝酒。 洗完澡, 许禅一边拿干毛巾搓着湿漉漉的头发, 一边走过来, 苗哥, 晚上没出去应酬。 刚和吴董事长还有江辉他们喝了顿酒, 我也才回来一会。 苗培说道, 晚上都喝了, 怎么回来还喝? 许禅瞅了苗培龙一眼。 无聊, 不喝酒还能干吗? 苗培龙撇撇嘴。 许禅听到这话,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苗培龙最近变得有些酗酒。 这在许禅看来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一个人如果开始酗酒, 意味着意志消沉。 失去了向上的斗志, 苗培龙身为松北县一把手, 尽管最近遭遇了一些挫折, 但将来未尝没有希望更进一步, 怎么能轻言放弃呢? 不动声色在苗培龙身旁坐下, 许禅想起之前苗培龙主动谈过那位吴董事长的事。 不由问道, 那个吴董不是说要掉到省里吗? 有准信了吗? 没希望了, 想都不用想了。 苗培龙再次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脸上颇有几分郁闷。 看到苗培龙的神色, 许禅一下明白过来, 最近因为松北发生的一系列负面事件, 给苗培龙造成了不少压力, 而被苗培龙视为新靠山的那位吴董事长, 却又不知道什么原因提拔不上去了。 难怪苗培龙会如此郁闷。 苗哥, 你终究是洛书记的人, 只要洛书记还在一天, 你就有希望更进一步。 许禅劝未道, 苗培龙一听这个, 脸上更增几分不愤, 这次调查组的工作圆满结束, 我也没少帮忙处理, 就没见洛书记有一句表扬的话, 咱们这些当下属的, 在上面眼里, 干再多的事都是理所当然, 反倒是你有一件事做不好, 立刻就得挨批。 洛书记没表扬你, 不代表他心里不会记你的情, 毕竟这次你也帮了他的大忙, 而且你也没少担风险。 许禅说道, 哎,就算有功劳, 也都被处市长拿去了, 洛书记只会念处市长得好, 哪里会想到我头上。 苗培龙一脸苦涩, 我最近都不知道被他批评多少次了, 连我想推荐干部, 洛书记都爱理不理的。 苗培龙说到这里, 目光阴沉, 要是洛书记听我的推荐, 现在这县局局长的位置 哪里轮得到蔡明海?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之前不是说市组支部那边 已经提前订了人选吗? 许禅道, 是啊, 市组支部提前订了人选没错, 但要是洛书记出面拦下的话, 蔡明海还是当不上这个局长的。 苗培龙叹了口气, 归根结底, 是洛飞不像以前那般支持他了, 苗培龙作为当事人, 对其中的体会最是深刻。 算了, 不聊这些烦心事了, 喝酒喝酒。 苗培龙给许禅道了一杯, 道, 你也喝。 苗哥, 我觉得你还是得把心思多放在工作上, 少喝点酒, 只要工作出惩戒了, 将来还是有机会的。 许禅委婉地劝道, 你还是太年轻了, 这年头, 你看那些认真干工作的, 有几个得到提拔重用的。 想提拔, 不是看你有没有认真工作, 而是看你会不会来世, 懂不懂钻营。 苗培龙笑呵呵道, 两人说着话, 苗培龙想到桥梁的事, 问道, 你在桥梁, 那有什么发现没有? 没有。 许禅摇了摇头, 你嘛, 桥梁那小子难道真的无欲无求, 没有任何一丝弱点吗? 苗培龙忍不住骂道, 世人就会有弱点, 只是我们或许暂时还没有发现罢了。 许禅说道, 市里, 江州大酒店, 酒店的豪华包厢里, 赵小兰和王庆成的饭局也濒临尾声。 赵小兰今晚被现在担任杨山县副书记的王庆成敬了不少酒, 脸蛋喝得红扑扑的, 一双惺忪的醉眼仿佛含着一汪春水, 看得人骨头苏码。 今晚的赵小兰穿着一件天蓝色的紧身及西长裙, 外面搭着一件灰色的绵容质地的外套。 入秋后的江州, 晚上已经带着些许动人的良意。 因为包厢里开暖气的缘故, 所以赵小兰进了包厢后就将外套脱了。 虽然年纪不小, 但赵小兰却是保养得挺好, 身材风鱼又不失锦翘。 不过一旁的王庆成, 却是万万不敢对赵小兰有什么念想, 看到今晚酒喝得差不多了。 王庆成满脸笑容地站起来, 亲切道, 蓝姐, 我送你回家吧。 啊? 几点了? 赵小兰喝得醉醺醺的, 还有点意犹未尽, 哼, 继续喝吗? 蓝姐, 改天接着喝, 我陪你喝个尽兴, 以后时间多得是。 王庆成笑眯眯地说道, 好吧。 赵小兰扎了下嘴, 把杯子里剩下的那点酒喝完, 这才站了起来。 自打退出宫之后, 赵小兰每天就是在这样推杯换盏, 宫愁交错的日子中度过。 虽然手中没有了权利, 但贵为洛飞的夫人, 赵小兰身边从来不缺迎来送往, 刻意讨好八戒的人, 这种大口喝酒, 大把捞钱的日子, 反倒让赵小兰觉得自己的人生焕发了第二春。 今天晚上, 昔日的老下属王庆成请赵小兰吃饭, 赵小兰很爽快地答应了。 王庆成这些日子跑市里跑得很勤, 算上今晚, 这已经是王庆成这十多天来第三次请赵小兰吃饭了。 对王庆成的心思, 赵小兰是清楚的, 对方第一次过来时就表明了心计, 王庆成看上了是捡一把手的位置。 文远被停职了, 空出来的是捡一把手的职位让王庆成十分眼热。 王庆成目前是杨山县的副书记, 三把手, 不过他这个副书记现在是括号正处, 他这级别是去年提的, 当时是赵小兰帮他使得劲, 因为王庆成早前进入是纪律部门工作时, 就一直追随赵小兰, 算是赵小兰的铁杆心腹, 所以赵小兰对王庆成也格外照顾。 王庆成看上是捡一把手的宝座, 在外人看来, 依王庆成现在的履历和资历, 这似乎是一想天开做白日梦, 但王庆成却不这么想, 他相信只要上面有人, 凡事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这年头破格提拔干部不是新鲜事, 而且他还知道, 外省有过像他这种情况破格提拔父厅的先例, 既然有先例, 那就说明具有操作的可行性。 对王庆成的这个想法, 赵小兰是支持的, 从他愿意参加王庆成邀请的饭局, 就说明了他的态度。 这回饭局结束, 王庆成很是殷勤体贴地走过来扶着赵小兰, 一边道, 兰姐, 小心点。 我, 没醉, 还能喝。 赵小兰大咧咧说道, 是是, 我知道兰姐是海量。 王庆成笑着附和, 扶着赵小兰下楼, 王庆成把赵小兰送上车, 又关心道, 兰姐, 到家了给我发个信息, 我好放心。 庆成啊, 有心了。 赵小兰笑意盈盈地看着王庆成, 我明白你的想法, 放心, 我会尽量帮你。 兰姐, 一切拜托您了, 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了, 我一直以来都是跟着兰姐的, 兰姐您让我往东, 我绝不会往西, 我只听兰姐的招呼。 王庆成表忠心道, 好, 很好。 赵小兰听得心花怒放, 她虽然不在体制内了, 但也需要培养自己的心腹。 赵小兰到家的时候, 洛飞还没回来, 赵小兰先泡了一杯蜂蜜水喝, 酒意退了不少。 看了下时间, 赵小兰去洗个澡, 换了深沟人的睡衣出来, 坐在客厅看电视, 等着洛飞回来。 快十一点, 洛飞才回来, 看到赵小兰坐在客厅看电视, 洛飞眼皮子抬了抬, 今晚这么早回来。 我又不像你, 出去应酬, 也要大半夜才回来。 赵小兰哼了一声, 随即走过来, 帮洛飞拿外套。 我先去洗个澡。 洛飞换了拖鞋往屋里走, 她刚从霓虹那里回来, 生怕被赵小兰闻到, 有别的女人的香水味。 不过洛飞显然是多虑了, 赵小兰今晚喝了不少酒, 这回身上都是酒味, 哪里还能闻到其他味道。 老洛, 你先坐会。 赵小兰拉住洛飞坐到沙发上。 啥事? 洛飞有点不耐烦地问着, 老夫老妻就是这样, 除了靠亲情扭带维系的关系, 双方之间的感情已经有些淡漠。 老洛, 是捡一把手的人选, 是不是还没定? 赵小兰问道, 你关心这个干嘛? 洛飞撇撇嘴, 你资格管好生意上的事, 其他的少操心。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咋就不能关心了? 我以前好歹也是纪律部门的副书记, 我关心点事里的人是怎么了? 赵小兰一脸不满, 又道, 我以前那个老不下, 王庆成, 你还有印象吗? 他呀, 我当然有印象。 洛飞点点头, 赵小兰这么一说, 洛飞立刻明白了赵小兰的意思, 不由道, 他也惦记是捡一把手的职位。 我要是没记错, 他是阳山县的副书记吧, 从副处到副厅, 开什么玩笑? 他不够格。 谁给你开玩笑? 什么副处? 王庆成虽然是阳山副书记, 但早就是正处了。 再说了, 够不够格, 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吗? 赵小兰不以为然, 王庆成以前就是纪律部门办案出身的, 我看啊, 没有谁比他更适合这个位置。 即便他是正处, 是不是合适也不是你说了算。 洛飞摇头道,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赵小兰不依不饶。 听到这话, 洛飞微微一正, 他目前的确没有合适的人选, 所以还在考察中, 只不过赵小兰提到的王庆成, 并不是洛飞心理主义的人选。 见洛飞沉默, 赵小兰有些得意道, 老洛, 你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吧? 人选, 我会慢慢考察, 你就不用操心了。 洛飞淡淡道, 赵小兰一听, 灯食不乐意, 老洛, 你这话啥意思, 你老婆难道连这点面子都没有吗? 你别胡搅蛮缠, 这么重要的人是任命, 不是你随随便便推荐个人就行的。 洛飞无奈地说道, 我不管, 反正我觉得王庆成可以, 你必须把他给我安排了。 赵小兰摇着洛飞的胳膊开始撒娇, 用自己的身体蹭着洛飞。 洛飞有些头疼, 虽然夫妻俩的感情没像以前那般深了, 但赵小兰终归是他的妻子, 他不可能一点都不考虑赵小兰的面子。 眉头紧拧着, 洛飞突然想到王庆成似乎是去年才提的正处, 当时这事也是赵小兰求的他, 所以洛飞有些印象, 想及此, 洛飞不由道, 我记得这个王庆成提正处还不满三年吗? 那他达不到提拔条件, 那就破格提拔, 我记得类似王庆成这种情况, 外省有过破格提拔附厅的先例, 赵小兰理所当然地说着, 说得轻巧, 你以为谁都能破格提拔? 外省那个破格提拔的, 是因为自身综合素质很高, 政绩特别突出, 就王庆成这样的破格提拔, 你让别人怎么想? 洛飞撇嘴道, 别人怎么想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么想? 赵小兰白了洛飞一言, 我又不是没混过体质, 你当我不明白这里头的道道, 成不成都是领导一句话罢了? 则,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洛飞无奈道, 我不是让你为难, 我是帮你选贴心可靠的人呢。 老洛, 听我的没错, 这个王庆成绝对可靠, 你这次要是向上面全力推荐破格提拔了他, 那他还不得对你感恩戴德呀, 今后肯定对你无比忠诚。 赵小兰说着, 又使劲摇着洛飞胳膊, 声音发嗲, 老洛, 你就答应我吗? 王庆成是我以前的老不下, 你总得让我在老不下面前, 有点面子不适。 听到赵小兰发嗲的声音, 洛飞没来由打了个寒战, 赵小兰年纪不小了, 跟年轻女人一般撒娇, 洛飞突然觉得有些恶寒。 老洛, 到底行不行吗? 赵小兰继续道, 行行, 回头我重点考虑一下。 洛飞不得已点头道, 实在是被赵小兰缠得有些不耐烦了。 听到洛飞答应, 赵小兰总算是喜笑颜开。 次日, 松北, 桥梁带着县里相关部门的干部, 前往松北最落后的贫困乡, 南山乡调研考察, 这里是全县最贫穷的地区, 全乡都急需脱贫致富。 在松北, 有像柳刚镇这样的全镇实现脱贫, 并且达到小康水平的乡镇, 被省里数为脱贫致富的典型, 也有像南山乡这样的贫困乡镇, 可以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在松北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是桥梁上任松北县长后第二次来到南山乡, 刚开始上任的时候, 桥梁也来过一次。 而这次过来, 桥梁是奔着解决贫困问题来的。 桥梁带了几个县职部门的负责人过来, 同时下了指示, 要求每个部门挂一个贫困村, 部门中层以上的干部, 每人挂一户贫困户, 争取用两年时间实现南山乡全乡的脱贫摘帽工作。 对此, 桥梁也是以身作则, 个人挂包了一个贫困村, 他自己也必须在两年时间内, 实现自己所挂包贫困村的脱贫摘帽工作, 如果做不到, 桥梁自个儿也放了狠话, 到时他会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做自我检讨。 位于松北县深处的南山乡, 周围被大山环绕, 老话说得好,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但南山乡, 尽管周围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 却没办法做到靠山吃山。 山里丰富的自然资源, 根本没办法利用起来, 原因无他。 南山乡所处的这片山脉, 被化为国家, 自然资源保护区, 是整个江州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山林尽垦, 树木尽伐, 以至于在当地老百姓眼里, 他们是空有宝山而不得歧途。 桥梁这次带队过来, 一方面是深入考察南山乡的实际情况, 一方面也是检查保护区内的珍惜自然资源保护工作。 一行人走访了乡里的几户贫困户, 随后, 桥梁又来到了自己选择挂包的贫困村, 林内村。 林内村是南山乡的特困村, 全乡最贫困的地方, 桥梁这次无疑是将硬骨头留给了自己。 在实地走访了林内村后, 桥梁心里头有些沉重, 林内村的情况比桥梁预想的还要困难。 村民们主要都是靠着吉姆薄田维持生活, 而村里的交通更是有些闭塞。 桥梁等人在村里走访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不知道谁捅了附近树上的一个马蜂窝。 一群马蜂飞进了村里, 桥梁等人躲进了村民家中才避过了马蜂。 也幸亏村里有人熟悉如何驱赶走马蜂, 这才将一大堆蜂群驱离。 村里附近都是山, 自然环境也好, 所以马蜂窝不少, 平时也没少发生村民被折的事。 村民现在应付马蜂都有经验了。 乡里的负责人给桥梁介绍着情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么好的自然条件不利用起来, 有点可惜啊。 桥梁站在村里的一处平地上, 眺望着周边的环境, 喃喃自语道。 听到桥梁的话, 那名乡里的负责人苦笑道, 这边全片都被划入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的范围, 根本没办法进行任何开发。 我们可以考虑, 在合法合规并且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情况下, 看有什么项目可以搞吗? 桥梁说道, 那名乡里的负责人听了无奈笑笑, 他们也不是没有想过, 但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好项目, 况且全乡要考虑的地方多了去, 他们也不可能对林内村额外照顾。 桥梁微微沉思着, 似乎在想着有没有什么可以帮村民致富的项目。 这时, 旁边的许禅突然惊呼了一声, 往边上躲了躲, 一只手还不停朝空中拍打着。 原来有一只落单的马蜂不知道从哪飞过来, 险些遮到许禅, 幸亏许禅及时躲了一下。 许主任, 不用怕, 这种单只的马蜂没太大威胁。 乡里的一个女干部挡在许禅身边, 很快将那只马蜂赶走。 桥梁看到那只马蜂, 却是若有所思。 心里想到了什么, 桥梁并没有说出来, 而是暗暗有了计较。 一行人又去保护区内走了一圈, 直至傍晚时才从南山乡离开, 回到县里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桥梁并不知道, 在他们往返的路途当中, 一直有一辆车子暗中跟着他们。 回到县里, 桥梁让秘书傅明海打了两份盒饭, 一起在办公室里解决晚餐, 两人一边吃着。 桥梁一边吩咐道, 小傅, 回头你让农业局那边安排一下专家, 到林内村那边看看, 看那里的自然环境是不是适合养蜜蜂。 乔县长, 您是想在林内村搞养蜂产业。 傅明海一点就透, 瞬间猜到了桥梁的用意。 不错, 今天咱们在林内村遭遇了马蜂, 徐主任还差点被遮到了, 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在林内村搞养蜂产业, 会不会有搞头呢? 桥梁笑着点头,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想法, 具体情况还得先让农业局请专家去看一下。 好, 我回头就给农业局的人打电话, 尽快把这事落实下去。 傅明海点头道, 两人边吃边聊, 吃完晚饭后, 桥梁又在办公室里忙到八点多, 这才回去。 因为宿舍离县大院不远, 所以桥梁没事的时候喜欢走路上下班, 除非有什么急事, 才会让车子过来接。 走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 桥梁边走路边看手机, 并没有注意到后边一辆车子 沿着同一方向慢慢开着。 回了几条信息后, 桥梁收起手机, 快速走回宿舍, 待会孙勇说要带几个凉菜过来喝几杯。 回到宿舍没一会, 孙勇来了, 手里提着几个快餐盒, 里头都是打包的凉菜, 有千层豆腐, 凉拌牛肉。 进入屋里, 孙勇笑问道,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今天去南山乡调研, 回来得比较晚。 桥梁笑笑, 关心地问道, 老孙, 你在县检的工作如何了? 还适应吗? 还好,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协助姜检, 姜检也支持我, 目前我们倒是配合挺好的。 孙勇笑道, 那就好。 桥梁拍了拍孙勇的肩膀, 老孙, 好好干, 将来还有大好前程等着咱们。 桥县长, 我以后可就是跟着你混了。 孙勇笑道, 老孙, 你这就不对了, 应该是咱们携手并进, 谈不上谁跟谁混, 我怎么感觉你来松北后反倒跟我生分了, 没人的时候, 你最好还是像以前那样叫我。 我听着舒服点。 桥梁笑道, 那行, 听你的。 孙勇呵呵一笑, 他和桥梁现在的交情, 也没必要在乎那些小节。 对了, 回头叫上游哥, 庄哥, 耿哥, 还有孔哥, 咱们再一起聚聚吧。 孙勇说道, 他口中的游哥, 庄哥, 耿哥, 孔哥, 指的是三江县的书记游成东, 常务副县长庄家明, 杨山县县长耿直, 还有市广电局长孔杰。 乔梁一听, 灯氏点头道, 好啊, 这是你来张罗, 找时间聚聚。 乔梁很重视他和游成东, 庄家明, 耿直, 孔杰等人的交情, 这是他自己的小圈子, 需要好好经营, 将来说不定能给彼此带来助力。 和孙勇喝完酒已经很晚, 乔梁洗漱后便直接去休息。 次日上午, 乔梁如往常一般来到办公室, 看完当天报纸后, 不经意间打开抽屉,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沉思片刻, 乔梁将傅明海喊了进来, 小傅, 你有来开过我的抽屉吗? 没有啊。 傅明海摇了摇头, 疑惑地看着乔梁, 县长, 怎么了? 没什么。 乔梁摆了白手, 心里有些纳闷, 难道是自己记错了? 原来乔梁此刻打开的这个抽屉, 记得放最上面的是一本书, 但现在放在最上面的却是一份文件, 顺序有点乱了。 因为抽屉里并没有放什么贵重物品, 所以乔梁想了一下, 也就没在意这事。 时间一晃到了下午, 乔梁前往县宾馆参加东旅集团向松北县捐赠对口扶贫资金的活动, 这是东旅集团作为省属国企支持地方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天下午的活动, 东旅集团董事长吴江会亲自出席, 所以县里边, 苗培龙和乔梁等县里的主要领导也都会参加, 毕竟吴江的级别摆在那里, 县里的领导无疑都不敢怠慢。 除此之外, 市里的副书记徐鸿刚也会专程过来出席捐赠仪式。 徐鸿刚提前一小时来到松北, 不过乔梁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反倒是到了宪宾馆后, 乔梁看到徐鸿刚正在和苗培龙在会客室里有说有笑聊天。 虽然因为夜心仪的是乔梁对徐鸿刚有了一些不同的观感, 但徐鸿刚毕竟是他曾经的老领导, 又对他有提携之恩。 乔梁该对徐鸿刚保持的尊敬依然不可少, 所以乔梁仍是主动上前跟徐鸿刚问好。 徐鸿刚看到乔梁微笑点头致意, 也不知道是不是乔梁的错觉。 乔梁感觉徐鸿刚的笑容里多了几分生疏, 又隐隐包含了一些他读不透的意味在里边。 县里边的干部陆续到来, 直至夜心仪也进入会客室后, 乔梁才注意到徐鸿刚的脸色有了些许变化, 不过徐鸿刚很快就恢复如常, 在人前看不出一点异样。 这时苗培龙接了个电话, 站起身道, 吴董事长马上到了, 咱们出去迎接吧。 徐鸿刚微微点头, 也跟着站起来, 虽然吴江只是国企的董事长, 但论级别, 对方比他还高一级, 徐鸿刚也该出去迎接对方。 一行人到了宪宾馆门口, 一会吴江的车子就到了。 徐鸿刚和苗培龙率先上前跟吴江握手, 双方简单地寒暄了一下, 轮到乔梁时, 正当乔梁要自我介绍, 吴江却是笑道, 乔县长, 我对你可是久仰大名。 乔梁听得一愣, 随即连忙道, 吴董, 您这话可是让我诚惶诚恐了。 呵呵, 会吗? 吴江似笑非笑地看着乔梁, 我听说乔县长来松北后, 可是锋芒毕露, 政绩斐然呢。 呃, 乔梁听到这话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吴江这话听起来不是什么好话啊, 颇有点家枪带棍的意思, 你妈, 自己似乎没有得罪过对方吧。 乔梁寻思间, 吴江已经越过乔梁, 同乔梁身边的夜心仪握手, 突地, 乔梁猛然回过神来, 难道是因为黄红梅的案子? 对, 一定是因为这件事。 乔梁心里笃定起来, 黄红梅的案子, 她之前一直在推动县局那边调查, 想来吴江也是知道此事的, 所以, 两人之前尽管没正式打过交道, 但吴江心里, 怕是早就对她有意见了。 猜到了什么原因, 乔梁不由撇撇嘴, 按道这个吴江也不是什么好鸟, 老话说得好, 上梁不正下梁歪, 能交出吴长盛这么一个儿子, 这吴江又能好到哪去? 一行人在门口逗留了一下, 很快就进入宾馆, 叶欣仪走在乔梁身旁, 低声问了一句, 那个吴董事长, 似乎对你有成见? 嗯, 应该是。 乔梁点了点头, 又道, 应该跟他儿子的案件有关, 回头再跟你说。 两人小声交流了一句, 却不知道徐鸿刚一直在留意叶欣仪这边, 看到叶欣仪和乔梁交投接耳, 明明两人只是正常的交流, 但在徐鸿刚眼里, 却是两人举止亲密的一种表现, 下意识地, 徐鸿刚攥起了拳头, 颇有些咬牙切齿地看着桥梁, 进入宾馆的会场, 随着吴江到来, 捐赠仪式正式开始。 仪式由苗培龙主持, 徐鸿刚发表讲话后, 吴江代表东吕集团上台讲话。 这一次, 东吕集团向松北县捐赠2000万扶贫款, 用于松北县的扶贫工作。 这是松北县迄今收到的单笔企业捐赠的最大的扶贫款。 吴江在上面发表着热情洋溢的讲话, 谈到了东吕集团作为扎根于松北的省属国企, 要发挥带头作用, 更好融入松北经济发展大局, 造福当地百姓。 捐赠仪式按既定流程进行着, 仪式结束后, 县里设了晚宴招待吴江一行。 徐鸿刚在参加完捐赠仪式后 就离开了, 乔梁原本也不想参加今晚的晚宴, 却硬是被苗培龙给叫上。 县宾馆的包厢里, 苗培龙笑呵呵地看着乔梁, 乔县长, 吴董说晚上要和你好好聊一下呢, 你怎么能溜了? 苗书记, 我是有别的事。 乔梁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其他事可以先推后吗? 今晚咱们的任务是陪好吴董市长。 苗培龙道, 嗯, 苗书记说得是。 乔梁言不由衷地说着, 转头看向吴江, 笑道, 待会一定得好好敬吴董市长一杯, 感谢吴董对我们松北扶贫工作的支持。 乔县长, 你敬的酒我怕是喝不起。 吴江坐在椅子上, 老神在在地说道, 听到这话, 乔梁笑容僵了一下, 吴江这话有点难听, 甚至让人有点下不来台, 偏偏乔梁碍于对方的身份又不好发作。 深吸了一口气, 乔梁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吴董市长说笑了, 您是领导, 我敬您是理所应当的。 看来乔县长眼里还有我的存在, 我以为乔县长看不起我呢。 吴江笑呵呵看了乔梁一眼, 乔县长, 有句不大好听的话, 不知道当不当说。 你妈, 你呀的, 今天说的难听话还少吗? 乔梁心里暗暗骂娘, 嘴上道, 吴董市长尽管说, 我一定虚心接受您的教诲。 教诲不敢当, 我也就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把乔县长当成晚辈说几句劝告的话。 吴江淡淡看了乔梁一眼, 道, 乔县长, 咱们古人讲究和光同臣, 相信你也明白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如果锋芒太盛, 早晚给自己招来灾祸, 古人的话可谓是金玉良言。 乔县长, 万万要谨记啊。 多谢吴董的教导。 乔梁淡淡地说道, 神色有些不愤, 接下来, 晚宴继续进行, 乔梁对于吴江, 着实是憋了一肚子火, 心里打定主意, 对方要是在以老卖老, 仗着级别高说什么难听的话, 必然予以回击, 妈蛋, 惹极了老子, 大不了甩手走人。 乔梁脸色不大好看, 好在吴江也没再继续说什么, 他终归是厅级干部, 有点自视身份。 晚宴结束后, 乔梁第一个起身告辞, 快不离开, 一刻都不想多待。 看来乔县长对吴董的一番金玉良言, 并没有听进去。 苗培龙看着乔梁的背影, 不嫌是大地挑唆道。 年轻人, 早晚有他吃苦头的份。 吴江青哼了一声, 又问, 对了, 你之前说, 县局局长换了谁来着? 蔡明海, 那是乔县长的人, 现在就怕对方重新查令郎的案子。 之前乔县长可是揪着这个案子不放来着。 苗培龙说道, 我要是没记错, 这个蔡明海是省厅下来的吧? 吴江皱起了眉头。 对, 没错。 苗培龙点头道, 吴江沉着脸没说话, 他想起之前, 他还试图通过省里的关系将蔡明海调走, 最后却失败了。 这是好像还是省厅的一把手林清平出面拦下的, 看来这蔡明海的背景也不简单。 吴江对这事有些误判, 完全没想到这里头是乔梁在丛中作梗。 想了想, 吴江道, 让江辉将尾巴处理干净一点, 只要没证据, 任他怎么查也查不下去。 苗培龙闻眼眉头微皱, 犹豫了一下, 没再说什么, 这件事他不想掺和太甚, 回头让江辉头痛去。 县大院, 乔梁从宾馆出来后, 并没有立即回宿舍, 而是来到了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 乔梁拿起一根烟点了起来。 乔梁最近不大抽烟, 只有在心情烦躁或者不爽的时候, 才会抽几根结结闷。 坐在椅子上吞云吐雾, 乔梁想着黄红眉的案子, 眼里闪过一丝音质。 刚刚晚宴时, 吴江说的那一番话, 乔梁何尝听不出对方的意思, 所谓的劝告, 其实是警告, 对方是在警告他, 不要再动黄红眉的案子。 你嘛, 你不让老子动, 老子还就, 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乔梁目光阴沉, 他就是这样的性子, 在原则问题上, 绝不服软, 绝不妥协。 这期分享到这了, 下期再继续吧。